大家好,我是樊樊骑行,骑自行车从上来出发,围着中国专业圈 我现在已经骑行了18000多公里了 我现在站这个位置是西藏的,就是219国道边上的叫巴尔滨站 这个巴尔滨站它是一个小镇这里 但是地图上看不见这个小镇的名字 它也没有具体的名字 前面是一个小镇,给大家看一下吧 看吧,前面有很多这个新建的房子,是一个小镇上 然后昨天晚上我到这里,就找了一间这个空的房子 还没装修好,在这里住了 我这个车吧,外胎该换了,你看 这一个已经磨得不行了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外胎,弄了半天,昨晚上没弄好 然后因为昨晚上到这里嘛,天已经快黑了 它这个外胎的磨损,最严重的是后轮 所以说我只换后轮就可以了 前轮磨损不是特别严重 因为像我们负重骑行的嘛 它东西都是装在后面嘛 所以说它后轮的磨损比较严重 但我这个外胎还不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品牌嘛,应该马吉斯的好像是 这个型号 我是从黑龙江的铜江过去一点点就开始换了 嗯,快一万三千公里左右了 才换过一次啊,所以说 还走了很多烂路,土路啥的 所以说我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下这种品牌吧 马吉斯的,你看这,防刺外态吧 虽然说防刺,但有时候也会被刺啊 折磨的严重也会被刺 你看,我帐篷就在这里了 昨天晚上 还可以这里 它刮的是西风 刚好这个窗户是往东边开的 所以说 刮风也没事 庄长还在这里自己做了点吃的 炒鸡蛋嘛 准备弄个鸡蛋做早餐 其实我平时都不吃早餐的 因为昨天晚上在这里做了之后嘛 这些东西都还没收拾 刚好还有五个鸡蛋 带走吧 骑车车会抖烂 所以说我就 那顺便就把它给做了 这样子调一下的话 煎也比较好一点 看就这样煎了还不错 还有两个 赶紧打在里面吧 这煎呢 这颜色 哎呀,这味道太爽了 闻着都香 以后我就去开个饭馆 名字就叫环花齐心饭馆 专门给人家煎鸡蛋 真的 不但能骑车 还会 做饭 可以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煎呢 哇塞 做好了看 想吃吧 想吃吧 哎呀,太爱做得太好了 准备吃吧 吃完就准备往港人波齐方向走啊 这个位置是叫巴尔宾的 哇,人间美味 太好吃了 特别好吃了 真来 这个煎锅 煎烂特别好 它不会粘锅 知道吗 非常好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炸熬 想来咬我 被我一吹哨 它跑掉了 所以说带个哨还是特别安全的 它一下冲上来差点咬到我了 我一吹哨吧 它就跑掉了 你看 挺大的 上面还有两个 哦,看 吓我一跳 你看还在看我 一吹哨它还是很怕的 嗯,又一次拖你危险吧 继续走吧 慢一点啊 你抱着它慢一点 别叼熟你去了 它不是什么 来 先给你一个 直接就吃了啊 可以吃了 来 谢谢 你们上学了没有 今天和明天逛 后天就去上学了是吧 在哪里上 门市乡上学 前面是吧 门市乡是吧 你多几年纪了 五年纪 五年纪了 挺厉害 你看 他是你哥哥 是吧 他是你妹妹 那你们家就你们两姊妹吗 对 这个是你们凝聚的 这是我们 我们两个姐姐的 你还有姐姐 你还有姐姐吗 姐姐有 你又几岁了 不会说啊 大海 不会说 我上幼儿园 还没上幼儿园 还没上幼儿园是吧 对 那你们在这里 冬天冷不冷 很冷吗 那你们家里有放羊是吧 对 有羊 有猫牛 有 哪些全是你们的 对对 你家有多少只猫牛 15个 15个是吧 羊呢 16 他是爸妈去的 我俩是法师去的 法师去的 对 哦就是说 嗯 大部分是法师去的 是吧 对 哦 你们是坐车去吗 对对对 哦 那再见啊 走吧 拜拜 拜拜 再见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是港人波齐的神山了 我已经到这里了 现在是9点多了 我明天就准备爬上去看一下啊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明天一定给大家拍一个神山出来 看 这边其实挺漂亮的 看 哇 这个云 刚才下大雨 看 天快黑了 哇 太漂亮了 关注我 明天带大家看一下神山啊 看 嗯